流行音乐跟海洋文化中心 我在提到 现在我要讲到流行音乐跟海洋中心 不可或缺的军舰博物馆 这个本性已经推动太多年了 有声音 但是没有看到楼梯响 没有看到人下来 也就是说有这个意愿 也觉得该做 可是就是没做 所以我很惊讶 我想我们新的政府来了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军舰博物馆的重要性 因为本期曾经建议高雄市社 军舰博物馆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高雄本来就是号称海洋首都 而且三海和港 如果我们有一座军舰博物馆 把海军文化纳入海洋文化中心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标 我现在都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读面上展示的 我到过澳门的海洋文化 我也去这里跑去长荣 那我推动的时候 我跑去那边跑到澳 澳门去看澳门的海市博物馆 然后我又跑到长荣 去看长荣的军舰博物馆 海市博物馆 其实过去我们的观念 老师停留在 我要找一艘厨艺的军舰 然后放在海边 然后作为一个军舰博物馆的一个地点 可是我们发现这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钱真的是要花很多 台湾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所以我们高雄就不这么做 我们看到澳门的海市博物馆 一到里面去探外你会发现 很多都是用模型 用模型来制造 而且做得很精致 然后它可以非常详尽地 把海军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军舰的历史 能够呈现 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我想有这个必要 就是说我也希望我们海洋局 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 大家都知道我们高雄有商榜 鱼港 军港 还有游艇码头 这样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 在台湾是唯一的城市 所以呢 高雄呢 并且要塑造一个海洋首都的这个意象 但是设立在海洋文化 尤其音乐中心 明显地把海洋文化的比例 缩小 把它缩小了 而且对于把海军跟高雄的历史文化 就把它忽略掉 那是很重要的 台北这个长榮博物馆的保存 它就是传播的历史 艺术跟科学为宗旨 希望唤起民众 对海洋文化的兴趣跟关怀 还有就是能够重视 海洋文化的传承 所以本习认为思考整体的海洋文化 是非常重要 把高雄的这个整体的内容啊 涵瓜在内 如果军舰博物馆是困难的关键 就是新建之后如何维护 我们就不要这样做 我们改变别的方式 能够去看看长榮的博物馆 它只不过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博物馆 它可以做成这样 我们高雄 来到高雄是居然没有海洋博物馆 没有军舰博物馆 不是很好笑吗 我们还号称海洋首都欸 是不是很 这是笑声的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流行音乐文化馆 里面有何的关键 我不晓得是不是要把这个 军舰博物馆纳理 那么流行音乐跟海洋文化中心 等一下呢 我要请我们的文化局长 答复我这个问题 海洋局 我想局长也非常对海洋的事物 非常的选手 我想请你告诉我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 涵盖军舰博物馆的 看法无合 关于流行音乐海洋文化中心 里面的长设的展览 在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招摇出去 在今年年底的规矿就已经完成 但是在里面的主题 没有军舰博物馆 没有看到军舰博物馆 那我来来 三次在您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有考虑说要把它放进去 所以就提出来说 是不是有 可以用比较特展的方式 然后把整个军舰跟海事 按照不同的主题 有不同的策展来做它的延续 因为如果现在要一个 这当然是只有一段时间而已 但是它可以有好几段 对 我们还都还在思考 因为我们很慎重在考虑 艺人的建议 但是原来如果要做一个博物馆 它就不是在海洋流行音乐中心的 某一个角落 是那整个的流行音乐跟海洋文化的展览之间 有各个主题 要做很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思考 怎么样能够把议员的建议放进来 那说实话 因为今年本来在12月的时候 就要去施作了 就是那个计划案本身的规划案已经都完成了 所以至少这几个月 我听到您的质询之后 我们的决定同仁一直很费心在想这一件事 那是不是容许我们事后 再跟议员做进一步的沟通 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在现有的计划范围 去做小部分的更动 因为那个更动是非常大的 很难说我们把现在规划的流行音乐 还有海洋文化的各种元素 包括海底 海洋文化 繁保文化 跟意念的这一些核心概念 全部把它改变成一个 海市或者是军舰博物馆 因为海市军舰博物馆是长设 如果您要把它长设在那里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议题 势并都要减少 但是我们在合约的范围之内 今年12月就已经执行规划结束 所以我想议员可以了解 如果要做一些变动 我需要很精密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修正情况跟程序来做 所以我过去都被骗 我被骗了好几年了 都说要做要做 结果还是没做 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化局这边 等一下我们故事也稍微 也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我想这个方向非常的重要 当然不是因为我是海军阅属 不是这样 是因为太多的海军退役的将官 都跟我提到这样的问题 尤其海军官校培育出了很多 饱和卫名的海军 以及退伍之后 从事很多事业的海事人场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也是支持肯定海军的贡献 这个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不可以思考 就是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海事 跟军舰这样的博物馆 不见得是设在那个流行中心 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 或者我们跟别的局处 再来商量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是更合适 例如我们现在在做 眷村整体发展的规划 如果我们是在海军眷村的那个地方 在规划的时候有一区 在那边好好地去推卸 这也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更是可以中严地来做这一件事 好 谢谢局长 我们海洋局长是不是也来打褥一下 你们应该也有很好的构思啊 海洋局长 赵局长 谢谢主席 跟议员报告 您刚才所提的这一个文 自己是觉得非常好 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国家 高雄是个海洋城市 然后左营呢 左营军港就是我们 国内最主要的一个海军基地 那培育了无限的 许多的这一个海式的制裁 那过去我们有很多艘的军舰 退役了以后呢 我们很可惜的 或许做鱼胶或许做马舰 然后做了后续的一些处理 可是目前其实还都有一些少量的这些 包括以前台海战役的功勋舰 像我以前给您提过像那个中海舰的中海战 那虽然目前暂时封存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 因为这些船并不算大 那是不是一定停留 就像您刚才讲 是不是要像那个DD925 德阳舰停在安平的水上 我觉得倒不必难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其他的思考 因为这些船并不大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 其实左营整个海军的军区 和它周遭的这个眷村的这个空间 甚至最近还要扩大危害计划 是不是在那边有机会 我们来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的 在那边利用信用的一些仿舍 和周遭的空间 是一个军舰博物馆 我反而觉得是比较有机会的地方 那这个我愿意 我想我们海洋局 基于海洋的一个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们还协调 不管是海军司令部 或海委会 因为海委会的主委 也是海军的副司令出身的 我相信他们都会经历这样一份感情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这个做博物馆呢 其实最重要 文物本身 文件 还有相关的这些实体 和模型以外 其实需要有相当大量的一个志工 不管是维护或是做解说 那这一个也是在高雄最有力的 因为我们可以 我相信有很多海军退役的 都还在高雄这附近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人力资源和机会 我们会好好的谨慎来做一个评估规划 那至于说 是不是一定跟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或五花中心这个结合 我想在那边或许在展览来处理就可以 我们这边尝试的 尤其在左营这边 我觉得或许是个机会 我们会来审慎的评估规划 好 谢谢区长 你不会骗我 不会 对 非常谢谢区长 你行事的风格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开始着手进行了 对不对 还有当年海军校友会提基金会 做了一本整个军舰博物馆的规划书 我可以送给你看 送给你做情况 你送到一本 你送到一本 那很好 我自己有在看相关的 我自己在英国的那个泰晤士河那边 有一个贝尔巴斯特的一个军阳舰 它停在泰晤士河上也是做 列国战争博物馆的一个分馆 也就是类似您所讲的 但是它比较类似德阳舰的方式 它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其实也可以结合现有海货 目前在经济里面一些 摆在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到时候结合起来 一起来处理 我觉得这可以 大家跟海军 还有民间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局长 局长 我会很坚持的 在我吹升合体国小 我可以吹升九年 我每个会期都讲 每个会期都会要你做 我会非常的坚持 是 没有问题 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坚持到底 一切的困难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 好不好 好 谢谢 局长请坐 好 布施 你要不要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你的答复很重要 表示你这个肯定 这个有记录的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我觉得 我很赞成这样的方向 可是我认为可以更大一点 不是光军舰博物馆 而是一个海事博物馆 海事博物馆 就除了有军舰 就是军事方面以外 因为我们高雄是海洋城市嘛 那高雄港的发迹的过程等等的这些 刚才你讲到船舶 对我们高雄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大一点的考虑的 来往一个永久的这个博物馆设置的方向去规划 好 那至于地点啊 在哪里啊 是不是在作为建村啊 或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都可以来商量 但是方向上我确实觉得 高雄需要一个韩式博物馆 谢谢 我们副事啊 那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海洋局长 跟我们的文化局长 会后再做一些讨论 希望很快的就有结果出来